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优价开始回落的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部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大家晚上好 我是谢宇颖 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今天终于是水落石出了 那么上海市政府今天召开的常务会议透露说 浦东新区将会终结钓鱼市执法 并且向公众公开道歉 敏航区在张军事件中执法取证不正当 那么区政府将会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 人民网渔情监测室今天发布的评论报告认为 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上海整顿黑车中 怀疑存在着职业蓝车群体 这把对于上海钓鱼执法的舆论推向了高潮 这篇评论同时也表示 传统的主流媒体的强力介入 响应民意体现了改良政务管理 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的决心 这是一种真正的有助于化解社会不稳定 不和谐因素的一个舆论导向 那么关注完这个话题之后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久久重央节了 我们说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养老的 最近上海的一家敬老院成为了网上的关注的热点了 在10月12号有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 被疯狂围堵的敬老院救救老人上海淘南村 这篇文章被发到了网络论坛 那么随后两天 有关这家敬老院的消息和图片 更多的被人在网上进行了披露 这家敬老院为什么要拆迁呢 其实不仅仅是老人和拆迁人员发生争执 扎北区政府和民生敬老院 对这起事件的起因也是说法各意针锋相对 这个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我的同事姜莫菲呢 是到上海进行了调查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面临拆迁的上海市民生敬老院 位于上海市扎北区彭普镇唐南村 在一片瓦砾和废墟之中的敬老院 显得格外的突兀 记者赶到敬老院时 见到院内悬挂着许多与拆迁相关的条幅 显然外面的拆迁已经打破了这里的瓶颈 对于时下的情况 很多老人和家属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这里很好吧 我认可这里再搞了好一点 怎么搞呢 这个好像周围好像太乱了 老院在里面他就没有好价卖 他们要买高价 要买五万六万一个平方 必须要把这个整掉 总是要把这些老人要消化掉 对吧 因为这个是国家行为 要用这块土地 那么最后一定有个办法 或者是其他地方重新建个洋 这里是上海市蓬普镇唐南村的拆迁现场 而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当年就是一家养老院 伴随着唐南村的拆迁 这里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 同时在整个拆迁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瓦砾 到处都是荒草 但是就是在这片瓦砾和废墟之中 下水等诸多问题 可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 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你张老板谈到什么什么 他给你怎么承诺 你怎么走 他不能给我们老人安置 我们老人是不走的 老人们谈到的张老板 就是这家养老院的经营者张民生 他告诉记者 现在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如何保住这家养老院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此前 但是这个养老院没有保住 我是感到心底里的 真的是被击过 像抽脸啊 一盆冷水从头叫到底 老人们其实也都清楚 这家养老院必然会被拆迁 不过现实的惨淡和以后的归宿 让他们感到非常迷茫 看到这家民生养老院 孤零零的立在一片废墟当中 住在这里的三百位老人 他们今后的命运如何 却是让人非常的担心 我现在看来 这个敬老院迟早是要被拆掉了 没有什么疑问 但是重要的是 对敬老院怎么样进行补偿 院内的老人最后如何安置 这还悬而未决 这家民生敬老院 是上海养老床位最多的一家 民营的敬老院 成立至今已经是有十年的时间 很多老人都把这当作 他们最后的一个归宿 可是在事实上 唐南村和敬老院之间 关于地价的争执 这十年之间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民生敬老院甚至一度 还被告上了法庭 那么这场拆迁 为什么非但没有终结 这样的矛盾 反而是火上又浇了一把油呢 我们现在再来梳理一下 民生敬老院争端的来龙去脉 1993年张民生租用了唐南村不到三亩的土地 成立了民生制冷设备厂 租期为30年 1999年张民生在制冷厂的基础之上 成立了如今的民生敬老院 院内两座三层楼房 由张民生自行建造 并且得到了规划部门的认可 而这期间张民生 由于土地租金用途等原因 一直与唐南村存在着纠纷 不过民生敬老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床位由最初的140张 发展到了今天的345张 这也得益于国家多年来 在政策上一直都是鼓励民办养老 可是在张民生看来 这一局面在2007年 随着民生敬老院所处的地块 成为眨北区的储备用地而发生变更 绝对是有观念 就是动车前2007年开始 来个180度的大展望 扎北区政府的相关部门 为了能够解决好 敬老院的拆迁工作 也与张民生进行了多次的沟通 结果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拆迁工作卡在了敬老院上 这条马路是通往民生敬老院 现在唯一的一条马路 在这条马路边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 同时在这条马路上所有的下水井盖 全部都已经丢失了 正是在这条马路上 民生敬老院的三百多岁老人 在八月和九月份之间 分别收到了两份告知书 其中一份告知书是由 上海唐南实业总公司 和上海唐南仓储有限公司出具的 而另一份则是由上海市 扎北区民政局社会哥出具的 在这两份报告中全部指出了 民生敬老院现在存在着 严重的安全隐患 同时从2006年开始 就没有通过民政部门的年纪 已经建议老人不适合在这里居住 同时指出 如果老人现在选择 离开民生敬老院的话 将获得一次性的经济不长 这就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 三百多位老人将面临着一次 关乎自己命运的抉择 我不要哪怕条件再好 我不离开民生敬老院 因为这个